纯情黑道霸总工队上色气傲娇白切黑兽会擦出什么火花 这个上来就把自己老婆丢海里的大佬我以为会有老套的追击火葬场 没想到他们玩的就是反转 男人叫梦龙刚被自己的爱人抓到在外面偷打年糕 他生死历劫的对下面的黑帮大佬实在和喊着 混蛋我没有错事不是要冻死我 快点放我下来 大佬看着吊在海面的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人 淡定的吸了口烟 你都干了什么还有脸叫 我说过再让我带到你对别人卖屁股我就会杀了你 你自己同意了 梦龙挣扎着解释 被带到自己和旁边的眼镜男出现在酒店确实容易误会 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 大佬显然不信梦龙的垫底 让旁边的眼镜男说出事情经过 眼镜男吓得发动 把经过全盘拖出我是冤枉的本来做得好好的 他突然过来往我的荧光棒 还对着我的耳朵呼气 梦龙急忙打断让他闭嘴 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偷账本 大佬脸色阴沉的让手下把人丢海里 梦龙开心的以为大佬总算相信自己了 梦龙听到要丢自己下海整个人炸毛了开始口吐芬芳 大佬走上去抬头看着梦龙 梦梦 也许我可能到死都会因为你感到不安 所以现在杀了你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梦龙还在挣扎着 所以我才说让你不要挨来挨去的 你会后悔对我做出这种事的 大佬没有理会让小弟动手 梦龙还在垂死挣扎说自己小子大佬说最后一句话 大佬像被伤透了心没有动容 边打手是示意小弟边说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只听梦龙看着大佬深情地喊了声 我爱你 然后紧闭着眼睛听后发落 明显一句表白并不能浇灭他心中怒 大佬先是顿了顿 还是示意手下继续 随即扑通一声梦龙就掉进了海里 大佬心疼又心痛 摊上这么爱玩的老婆 其实也没想真正伤害他 只是想给他点教训长长记性 马上又心软让手下把人拉上来 谁知手下在身后大喊出事了 原来绑着梦龙的绳子断了 大佬转身一看想都没想 就马上脱掉外套纵身跳进海里去救梦龙 而海里的梦龙已经开始意识模糊 回想着自己这么会和一个 会把人扔进海里的疯子扯在一起的 这一切从一年前冬天他们相见的那天起 这扯不断窃不断的孽缘就开始了 她是我见过最深墙之间的小林 和老公第一次见面就把人家耳朵咬了 第二次还把人绑着强行要喝人家保温杯的牛奶 梦龙的姐姐和黑帮千金的老公出轨了 还卷走公司一大笔之后 带着他姐姐失踪了 黑帮找不到他姐姐就绑架了梦龙 各种言行拷打后 他们还是没有问出想要的答案 因为梦龙对他姐姐的事一概不知 问不出有用消息 他们只能先去找大佬汇报情况 梦龙一边敷衍他们一边寻找逃跑办法 实在和受父亲之命处理这件事情正往那边赶 他坐在车里想着要不直接干掉他 亲弟弟的葬礼怎么也会出席吧 另一边梦龙已经逃出公路狂奔 下一秒就被大佬的车撞了个阵子 大佬以为手下撞到狗的下车查看 手下告知撞到的是李慧英的弟弟 大佬饶有兴致的让手下打手电想看得清楚 刚上前就听到梦龙痛苦的呻吟声 他拽着梦龙一灵想听他说什么 刚靠近就被梦龙咬住耳朵 血液顿时染红一大片衣衫 手下见状连忙蜂拥过去保护大佬 缓过神时梦龙已经不见身影了 手下市长赶紧招呼小弟让人把他找回来 大佬捂着耳朵眼神充满杀气愤怒的说 找到了不用带回来当场了解他 梦龙这边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逃回了前男友的家 前男友看着全身上下 没有一块好肉的梦龙满是心疼 想到被自己咬掉耳朵的肯定是幕后大boss 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所以他没有告诉前男友事情经过 也怕他知道的越多越威胁 他寻思着要抓住他们把柄 好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他看着手中的电击枪嘴角露出诡异笑容 一个完美计划油然而生 面对自己老公的绑架 他的回礼是咬掉老公的耳朵 然后把他绑起来 强行喝他保温杯的牛奶 顺便录个小视频发朋友圈 逃出来后的梦龙意识到 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要为自己争夺主动权 于是和前男友合伙一起 决定去给大佬上一课 石宰盒在车库 听着手下汇报梦龙的踪迹 听到人还没抓到他头痛的皱眉 让手下尽快处理 挂了电话上车后 就被后座椅的黑衣人 架住了脖子 见过大世面的石宰盒 一点不慌无奈的叹口气 梦龙拉下面 照看他淡定的样子 知道这种小场面吼不住他 也不想多和他废话 让他开车先离开这 面对自己脖子上的刀子 石宰盒看都没看一眼 梦龙直接无视他 梦龙看着石宰盒 面无表情又惊欲击的脸 想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天不怕的不怕 于是对着他的耳朵巴唧 就是一口 石宰盒这时脸上终于有了表情 就差把愤怒写在脸上了 梦龙没给他发作的机会 随后就用电机棒把他垫晕了 大佬一觉醒来 就发现自己手脚被绑的嘴巴 还被封住了 梦龙看他醒了 还过来渐渐地和他打招呼 你醒了 睡得还好吗 前男友有点心虚地问 梦龙这人是谁 是不是真的确定要拍 梦龙把手中饮料一饮儿 竟让他赶紧准备我们拍完就走 随后梦龙边解扣子边 和前男友说把他拍得好看点 做戏要做全套 不能让人看出大佬是被强迫的 梦龙随机撕开大佬嘴上交代 大佬满脸杀气地瞪着梦龙 立刻给我解开 梦龙赤兵一笑 看来你还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你现在有资格命令我吗 大佬看着坐在自己身上的梦龙 手脚被绑住挣脱不开气地朝他吐口水 梦龙非但没有生气 还玩味地舔擦尝了下实在河口水 是因为心情好 还是因为你这张帅眼 感觉有点甜 你乖乖待着别乱动乱叫 不然我就要狠狠欺负你 这个身强之间的小林决定 给绑架自己的黑帮大佬上一课 帮他打开新世纪大门 顺便交下他保温杯的正确使用方式 于是伙同自己前男友一起 把他绑到酒店准备拍小视频 梦龙满意解开大佬的衣服 建树的身材映入眼帘 大哥就是不一样身材一级棒 脱你的福我能吃顿好的了 然后抚摸上大佬的保温杯 大佬下的挣扎乱动 梦龙连忙按住他 我想快点结束你乖乖躺好 你在闹腾的话 我就真的插你 梦里拉开兔头 看到大佬保温杯的时候吓一跳 这是正常人尺寸吗 怎么会那么大 小编表示已经见怪不怪了 旁边的前男友也陷入沉思 但还是敬业的架好手机拍摄 梦龙使出自己毕生所学一顿操作后 看着大佬被情欲涨腾的脸 顾一会就如愿喝到了保温杯的牛奶 他满意的妈撒着大佬的左唇 随即又吻了上去 问他自己的牛奶好喝不 大佬气得说不出话 怎么了 好吃到连话都说不出了吗 然后又慌忙给他穿好衣服 还不忘安慰大佬你也辛苦 顺便在脸上巴唧一口表示 这是任务奖励 越看越觉得你符合我的取笑 好可惜 转身和前男友确认视频有没有拍好 他接过手机对大佬说 以后别再找我和我解麻烦了 不然就把刚刚拍的小视频发朋友 大佬这才反应过来他顿操作的用意 就因为这批大点事就把他保白 想到以后不会再有焦急 孟龙觉得可惜临走 又倒回来问大佬 你有哥哥或者弟弟吗 我真的太吃你的言了 说完又觉得不现实转身 就和前男友一起离开了犯罪现场 大佬摊在床上心里暗暗发誓 你就趁现在嘚死的够了 下次就轮到你了 被黑帮大佬追杀了这么办 孟龙表示别慌问题不大 把他绑了路个打扑克士兵发朋友圈就可以了 孟龙在大佬那边喝饱牛奶后 回到朋友家 发现自己朋友也受牵连了 他们不但把朋友打伤还带走店长 最后留了个地址让孟龙去找他们 孟龙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也会把店长盖回来 黑帮小弟这边还在八卦 大哥为什么会一个人待在酒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突一会哐当一声 孟龙骑着摩托闪亮登场 还差点撞到旁边小弟 他晃着手中棒球棒说道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和你们大哥已经谈好了 在酒店的房间里 所以赶紧放我朋友 旁边小弟刚刚还在八卦大哥 怎么会一个人在酒店 现在听到是何孟龙突然被震惊了 孟龙接着补充 你们最好听我的 我手里有你们大哥致命把柄 足以让他颜面尽尸那种 带头的市长没有被吼住表示无所谓 大哥不会在意这些的 孟龙黑黑笑出声 真的吗 就算是在我身下交传也无所谓吗 此话一出小弟们顿时炸开锅 什么 大哥在他身下交传 难 难道 孟龙看他们好像不信自己说的 继续补充还编笔花大小 看你们好像不信我才告诉你们的 你们大哥的辣椒有那么大 果然不愧是做大哥的 带头的市长听到孟龙这样诋毁自己老大 气得握紧拳头吩咐手下把人抓住 孟龙也不带粉的挥起棒球棒准备应战 忽然一阵不合时宜的电话铃声响起 小弟接起大佬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大佬让他们把孟龙带回去 其他人都放了 孟龙想着自己有他们大哥 把柄亮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达成协议同意跟他们回去 这个黑道大佬混得不是一般差 和老婆第一次见面被他咬掉耳朵 第二次还被人绑走强行要喝他保温杯的牛奶 最后只能摊在床上咬牙切齿的发誓 要让他付出代价 小弟们把孟龙押送到大佬家里 刚进院子没走几步旁边 就穿过一枚子弹 还划伤了他的脸 小弟抬头看到在远处窗户边的大佬 正拿着狙击枪 一脸猛问大哥怎么回事 这么突然开枪 大佬面无表情的盯着下面的孟龙 没什么 只是提前驯服一下这种乱咬主人的疯狗而已 呼一辉孟龙就被带到大佬面前 孟龙不客气的坐下 问他把小弟都支开了是想和自己说死了 又是给枪子又是治疗的 这是整个内戳 大佬依旧面无表情 反正你也不会告诉我你姐在哪 那当时拍摄的手机呢 孟龙乐呵呵的说你想要 告诉我你的邮箱我可以发你啊 大佬看他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李孟龙 我现在就可以送你上西天 孟龙依旧为所发育 我要是死了你会很遗憾吧 毕竟我口活很好的你不是知道吗 大佬看着这个嘴硬的男人 把手铐钥匙丢给孟龙 让他解开过来证明一下 自己会有多遗憾 他给自己倒了杯酒 拽过孟龙让他跪在身下 还往他头上交紧 这次可不是由你主导明白的吧 话里意思和上次孟龙 把他压在身下说得相呼应 大佬抓起孟龙头发 不给他机会喘息 直接让他给自己保温杯做保养 忽然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 他最好的哥哥不确定地叫了声 孟龙 他回过来才发现真的是哥哥 男人正一脸震惊的表情看着他 被最要好的哥哥 看到自己再给别的男人 做保温杯保养 这是什么神仙修罗场 孟龙尴尬的用脚 已经抠出一座大厦了 孟龙还没从刚刚的惊吓中缓过神 在他们的言语间得知 原来和他很要好的哥哥石俊英 和这个黑帮大佬 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石俊英是检察官 怎么看也不像会和黑帮有关系的人 在他还读书的时候 意外被卷入一场富二代斗欧事件 当时处理这个案件的人 就是石俊英 他知道孟龙其实就是替这羊 因为其他人都是富二代 迫于上面的压力 他没办法只能亲手 把孟龙送进监狱 之后他一直于心不忍 常常去看望孟龙 出狱的时候还亲自去接他 他们关系就这样慢慢变得清静 孟龙失踪了 他也到处找了好久 后面得知自己妹夫和孟龙姐姐 是不正当关系 他才猜到孟龙可能被自己弟弟抓走了 所以才找到家里 他疲惫的松了松领带 虽然隐约猜到了 你们的关系比我想象中要特别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男人 石俊英诧异地反驳到 他对我来说是珍惜的人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还有不要折磨孟龙了 石宰盒扑兹笑出声 珍惜的人 这个珍惜里面包含我和季母猛 言下之意 是不是指家人那种珍惜 石俊英斩钉截铁的回答当然了 并让石宰盒不要折磨他 这不是他的错 而且孟龙也没伤害到你 听到这石宰盒骤起眉 你根本不知道他都做了什么 石俊英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让步 就算要动用所有能力 也要带孟龙走 被两兄弟同时看上是一种什么体验 赴黑霸道的黑帮弟弟 和温柔体贴的检察官哥哥 咱就是说小孩子才做选择 毕竟是十九经漫画全要不过分吧 上集我们说到石俊英 强势地要求带走孟龙 石宰盒也了解自己哥哥脾气 不想和他过多交涉 表示让孟龙自己决定去留 石俊英起身让他收拾好东西 和他一起离开 孟龙跟着他一起准备离开 临走时 石俊英又不放心地对石宰盒说道 以后不要再纠缠孟龙了 石宰盒微微弯起嘴角 好啊 慢走不送 你姐姐来了我会替你问好的 石俊英顿时炸毛 这和你答应的不一样 石宰盒面无表情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放过你会因了 我说的是让你孟龙自己选 孟龙顿时陷入沉思 如果自己走了姐姐被抓到这帮人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怎么办 那就留下来 他安慰石俊英不用担心 自己会活得好好地随后 便送他出去 石俊英看着他受伤的腿 心疼得让他不要逞强 孟龙却不以为然说 自己还是第一次见检察官生气 而且是因为自己 石俊英一脸内疚地道歉 自己没有帮到孟龙和他姐姐 表示自己会比弟弟更快找到他姐姐的 孟龙看着这个唯一给自己温暖的男人 我可以抱抱你吗 我们很久没见了 也不知道下个会是什么时候 石俊英说我会常来看你的 看着孟龙失落的表情 他没有犹豫直接扑上去 一把抱住了孟龙 别搞得像诀别一样 孟龙抱着石俊英小声说道 姐姐留给我的东西 应该在春川地铁站五号筒处像 以前姐姐就说过 如果自己出事了 就让他去那里看看 当时还以为是玩笑 如果你先找到姐姐 千万不要让他回来 要好好活着 说完才松开石俊英 他表示自己会去查清楚 让孟龙也要照顾好自己 楼上的石仔和看着他们的互动 讽刺地说了句这场景 都要把我感动得流眼泪了 黑道大佬被人绑着四肢 身上还坐着一个男人 要玩他的荧光棒 后边还跟着一个摄影师 全程录像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们玩什么场景play呢 大佬怎么受得了 这种奇迟大怒 没多久就派人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孟龙抓回来了 为了防止他逃跑大佬 拿出定位器胶囊让他扶下 孟龙忐忑地接过胶囊 上下打量着 这东西能随便吃吗 会爆炸的吧 大佬调侃道 谁知道呢 你想知道的话就撤逃一下试试 孟龙显然不信这个 但还是不愿扶下这个胶囊 于是和大佬打起了太子 大佬不愿和他废话 看他不肯吃 就吩咐手下安排医生 给他持有道具 没等孟龙反应 就让人把他拉去干农活 孟龙怎么也没想到 作为人质的伙食费 居然是要自己去挑牛粪 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更何况姐姐的安危 还拽在他手里 只能咬牙照做 但是心里暗暗发誓以后 绝对要让实在和好看 经过一天辛苦劳作 后大佬把他接回家里 孟龙疲惫的摊在床上 思考了逃跑的办法 看着这个装满监控的房间 好像什么也做不了 他气得差点把床垂出一个大坑 随后看着墙上转动的监控 嘴角露出不乏好意的皮笑 大佬这边刚洗完早出来 就看到手下的来电显示 大佬很不耐烦的接起电话 不是说过晚上不要联系我吗 电话那头慌慌张张的 对不起大哥 但是李孟龙他 他在大佬无奈的叹了口气 这能折腾 不过这个不是什么大事 至于那么大惊小怪吗 小弟说话舌头都打结了 这不是普通的 这画面无法形容有点辣眼睛 他在用后面 这个该怎么办 点赞关注看下集 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 强行拉着孟龙 给自己保温杯做保养还不算 逼他植入定位器后 就把人送去挑牛粪 傲娇的孟龙怎么会善罢甘休 他表示该给大佬上生物课了 大佬洗完早出来 就听到手下在汇报李孟龙的事情 手下激动说 李孟龙在一个人上演生物课教学 大佬挂了电话饶有兴致的 给自己开了瓶酒 准备欣赏这个免费的教学 然后画面是这样的 你们自己看 我就不解说了 大佬看着小夫一紧吩咐手下 把房门拆了也行 现在立刻把李孟龙给我带过来 不疑会手下就把孟龙送过来了 他见兮兮的站起身 看来你是看到监控了 兴奋了吗 大佬无奈的叹了口气 老实交代吧 你留着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孟龙想土 他一脸痛得心痛 你失忆了吗 是你因为我姐姐的 是把我抓来当人质的 两人越靠越近 所以你就想整我吗 孟龙不甘示弱 凑近手暧昧地俯上大佬的脸 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就是想让你上火呀 头发放下来更帅了呢 这么一看 和检察官哥哥确实很像 我真是亲兄弟啊 话音刚落 孟龙就被大佬拽住压在沙发上 被压在身下的孟龙也不带走的 看着大佬满是潮红的脸 继续点火 手指抹撒上大佬的脸 要惹怒实在和真是意外的简单 大佬瞪着身下的孟龙 让他把手拿开 孟龙得意地笑道 把手拿开 既然你要把我当狗一样 对待那我自然要搞回你 大佬不容抗拒地抓住孟龙的手 你话太多了 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猪狗不如 小编的油没加码 开不了课 点赞关注下集开 说好是过来当人质的 结果大佬却让他白天挑牛粪 晚上还要给他保温杯做保养 戏精又傲娇的孟龙 决定自己主导一场生物教学 客请大佬看 知道你们好奇 但是你看大佬看的眼睛都红了 应该不好看吧 所以我就跳过了 上集我们说到大佬说 要让孟龙见识一下 什么叫连狗都不如 他拉起孟龙的脚准备上行 只见孟龙死命 挣扎颤抖地说不要 按照正常剧情 大佬肯定是会无视孟龙的叫喊的 谁知大佬的刹车皮不是一般好 看着身下的孟龙低下头 凑近他耳边说 你演得太烂了 孟龙这才放下手索性服装了 阿混蛋 果然没上钩呢 但是气氛都哄到这了 他的刹车皮可没大佬好 抓起大佬的保温杯 就要开始亲自教训 大佬像是突然清醒过来一手 抓起孟龙猛地把人甩下沙发 我真是疯了 竟然被你这种货色带偏了 随后便离开那个差点 让他失控的现场 孟龙得意地露出胜利的笑容 第二天孟龙在干农活的家里 发现了一个坐机 他立马拨号打给了检察官哥哥 寒暄了几句后就切入正题 问他有没有去找自己姐姐留下的东西 哥哥表示他派人去看过了 但是那里什么也没有 还问他是不是记错地方了 孟龙开始疑惑不可能记错的 没有也没办法了 只要石载盒也不知道就行 哥哥在电话那头安慰孟龙 让他相信自己 面对载盒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另一边的石载盒 看着手下送过来的资料 上面是哥哥的手下的市长 正是他和孟龙说 派去地铁站拿姐姐东西的那个人 照片上拍到那个市长去地铁站 拿了一袋资料走了 但是这个人很狡猾 他们后面跟丢了 大佬表示 肯定是和李慧英有关的资料 务必要把人抓住 盯着自己的哥哥 他们最近有联系 看着手中李孟龙的照片 就想起昨天晚上的屈辱 至于李孟龙 就是个派不上用场的人质 只会让人生气 要不还是埋了吧 不就是被老婆调戏了一下 就要把人家送去埋了 石载盒你还真不会是黑帮啊 石载盒看着手李孟龙的照片 想起昨天在他吃饼的酒市 有了李慧英的资料的话 那孟龙这个人质 已经毫无作用了 只会惹人生气 决定把人送去埋了 孟龙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蠢性 坐在车里调侃实在和 你是不是窃听了我的手机 没想到我压根没用 吃饼了吧 大佬面无表神道 所以就用农场电话了 石载盒拿到你说的东西了吗 你好像很信任石检察官 但是别忘了他身体里留着的 也是我们家族的死 所以还是不要过度信任呢 孟龙还在惊讶 连这都窃听了 不过他好像不知道 通话具体内容 他为什么那么讨厌石检察官 不是兄弟吗 一阵沉默后 孟龙突然开口 上次的事我向你道歉 说你像检察官那件事 我是看你讨厌检察官 为了惹你生气才这么说的 其实你们并不像 就算留着一样的写检察官 就是检察官 就是你 什么血缘 家族啊的不要那么在意 大佬差点就扑动了 结果他又回去 还有我们检察官一看 就比你帅了三百倍不准 车在蓝牙 他突然传出手下的声音 说已经准备好了 大佬让他们在那 等着自己马上就到了 梦里这才反应过来 就不是回家的路 而且一直往山上看 这家伙不会是要了结我吧 于是马上要求大佬 停车自己要上错 大佬知道这家伙 发样多得很没力 谁知道孟龙为了逃命 竟然对大佬撒起娇 大佬受不了他这撒娇的样子 让他赶紧滚下车 快去返回 孟龙一下车 就往树林深处一路旁奔 一下没注意脚下石头 慌张一声就摔下两山 实在和还在车里 等着结果走来使他电话 大哥你站点没事吧 因为你们一直没来 我就检查了李孟龙的定位 显示在悬崖边 大佬无奈一笑 真会逃啊 把人带过来见我们 这个黑道霸总 因为被自己老婆 拍了小视频威胁 就要把人送去埋了 孟龙混迹江湖多年 早就看穿了他的伎俩 半路借口要去上厕所 就把人甩开了 谁料这家伙 因为逃出来太兴奋跑太快 一个不小心 就从山下滚下来 又被大佬手下抓回去了 他们把昏迷的孟龙 带到医院检查 醒来却发现这家伙失忆了 大佬看着一脸单纯的孟龙 心里自然不幸会那么巧 想着反正失不失忆 都是没有利用价值的 吩咐手下 还是把他丢了吧 这时孟龙突然对着大佬 犯起花痴 问对方是不是自己的爱人 因为对方 从自己醒来到现在 他都一直很担心地看你 而且长相也是自己的理想型 大佬和手下 顿时头上飞过一群乌鸦 这时手下市长表示 这或许是机会 让大佬假装孟龙的爱人 来骗体情报 大佬沉思了片刻后 觉得也不是不行 于是又把孟龙带回了家 到家后 孟龙询问自己的房间 大佬玩味地转头说道 你忘了吗 我们每天都是睡在一起的 让他洗完澡赶紧过来 看着大佬的眼神 孟龙嘴角露出一丝笑 假装哆哆嗦嗦地紧 大佬看他进来 就直接把他抓住扣在怀里 你的病还没好 我要给你打针这样好得快 随后丢给孟龙一瓶消毒水 让他先给自己消毒 大佬看着孟龙感动地拿着消毒水 莫名觉得不对劲 但是又想不明白哪里不对劲 为了让孟龙好的快一点 大佬紧急医生叮嘱 给他打了一碗上针 第二天孟龙心满意足地醒来 就看到大佬给他丢了一个手链 那是检察官让他转交给孟龙的 他接过手链后 开心地手舞舞蹈倒 我还以为找不回来了 这是我18岁的生日礼物呢 听到这大佬突然反应过来什么 这是打针奏笑了 恢复记忆了 这个身强之间的小林 因为拍了黑道大佬的小视频被追杀 谁料大佬长得太帅 又是他的理想型 于是他假装失忆 装起了白莲花 不但可以保命 还可以名正言顺地 吃大佬的拉丝红薯 大佬把检察官给的手链 转交给孟龙 孟龙看到手链开心地得意忘形 差点暴露自己假装失忆 看着大佬疑惑的眼神 孟龙赶紧转移话题 假装和他询问自己姐姐的下落 好像隐约记得自己只有姐姐一个亲人 然后又开始装傻问 现在是不是和父母一起住 大佬早就调查过他 知道他是锅 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你不会失忆了就记得姐姐 却忘了你没有父母吧 孟龙正紧张以为自己暴露 谁知大佬却突然把他拥入怀里 温柔地和他说以后还有我 有什么事都可以说给自己听 孟龙将计就计加深了这个拥抱 开始一顿输出 什么谢谢你帮忙找回熟练啊 谢谢我身边还有你啊 再来两段情话 把大佬听得脸龙心跳加速 差点就感动要适者去碰他 但还是理智站上了冲动 放下了差点盘上的手 手下这边已经抓到检察官 派去取东西的市长 各种言行拷打后 得知东西并不在他手里 而是在中途就被人掉了包 所以他也不知道 孟龙姐姐留下的到底是什么 检察官过来找孟龙 才发现他失忆了 他有点受打击 不但失忆 还把自己弟弟当成爱人 看到这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当即就要带孟龙我 大佬一脸淡然表示 只要交出他姐姐留下的东西 就可以让孟龙我 检察官却说东西 根本不在自己这里 还反咬一口说 以为是在隐蔓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孟龙突然打断 他们论到什么时候开饭 昨天打了一天 真到现在都没吃饭 大佬正想发作这个时候 突然说什么吃饭 检察官却热情地发出邀约 要带他去吃好吃的 大佬这时头上多少有点绿了 他会放手 让他们驱过二人世界吗 点赞关注下集告诉我 这个疯批又傲娇的小林 为了吃到 飞到大佬的拔丝红薯 假装失忆 装起了大佬的爱人 检察官来找孟龙 要带他去吃饭 大佬觉得此时 要是再不出手头上 就该绿油油一片了 于是三人一起来到烤肉店 检察官一顿虚寒问暖 又是帮忙夹菜 又是打亲情牌 显得一旁的大佬 像个电灯泡一样多余 他看着眼前两人眉来眼去 他莫名的不知道 自己在生什么气 于是一个劲地喝闷酒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梦里已经喝嗨了 开始耍酒疯了 大佬把他丢到洗手间醒酒 他却突然上去了茶艺 不知道是不是手滑 你可以不可帮我脱 然后顺便帮我洗个澡吧 看大佬没反应 孟龙又自顾自去撤大佬衣服 现在我不会再听你的话了 我会随自己心来做 因为是你 我才做到这个份上 大佬诧异地开着孟龙 直觉告诉他 这家伙有可能恢复记忆了 但是气氛都轰到这里 不上的话 会被屏幕前的粉丝喷死了 他一把抓起孟龙按在墙上 你那么疯 是不是因为第二个疗程的针还没打呢 看来还是欠收拾 于是拔出针管开始治疗 第二天一醒来 就看到孟龙一由未尽地 坐在他身上和他打招呼 孟龙察觉到大佬 有可能猜到自己没有失忆 于是开始试探问他 感觉哥哥好像不怎么喜欢我 大佬表示你自信 把感觉去掉 不但不喜欢 还想一枪毙了你那种 孟龙听到吓得直哆嗦 一直只顾着贪图他的美容 都忘了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非邦大佬了 要想活命就要另行出路 于是他开始打感情牌 其实我已经习惯别人不喜欢我了 小时候因为没有父母 所以小朋友都不和自己玩 到了中学班长钱包掉了 就因为我没有父母 全班的人都只认说是我偷的 后面班长自己在家找到了 他们也没有和我道歉 那时候我就明白 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开始尽量不去大补别人的眼光 看到大佬看自己的眼神 不见面温柔 他凑近大佬说道 所以哪怕只有哥哥 我也希望你不要讨厌 你猜大佬上钩了吗 点赞关注下集告诉你 为了帮自己妹妹 惩罚出轨的老公 这个黑帮大佬不惜出卖自己美色 假装别人的爱人来套取情报 谁知庄主装着把自己装弯了 孟龙知道大佬留着他 其实是想套取姐姐留给他的东西 要想让自己和姐姐全身而退 就必须攻略拿下大佬 于是他开始上各种茶艺 先是打感情牌 还让大佬对自己产生怜悯之心 让他对自己放松警惕 然后提出自己想去原先住的房子看看 或许有助恢复记忆 大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被撩到破天荒的同意了 梦里跟着大佬的小弟回到了自己家 发现一片狼剑明显被翻过 小弟走近问他有没有想起什么 他拿出电机棒说想起了这个 然后小弟就被放倒了 前男友刚好赶到把姐姐留给他的东西交还给他 顺道把手臂植入的GPS定位汽取了出来 大佬此时已经确认了他根本没有失忆 让手下给梦龙打句电话想追踪他的位置 梦龙接起电话依旧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亲爱的 这么快就忍不住给我打电话 就那么想我吗 大佬听到对方叫他亲爱的 这只觉得无语至极 微微促起了没 那头还嫌火不够大 怎么了 不对吗 说实话在浴室那次你不是很喜欢吗 难道是在装 好家伙 大佬以为是自己吃了梦龙 没想到自己才是猎物 这哪能忍 开始各种威胁 并让他别太偏均相信 同样有着实施血腾的检察官 梦龙一个开窗依旧玩味的口吻说道 好可怕呀 竟然威胁男朋友 今天开始你被解过了 分手再见说完 就把手机丢了出去 大佬气得握碎了手中的杯子 是可杀不可辱 让手下别人带回来 这次自己要亲自住 想知道梦龙这次能顺利逃离大佬吗 点赞关注下集告诉你 这个黑帮大佬 趁老婆失忆想把人吃干抹尽 没想到高端的猎手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对方不但没失忆 还早就惦记上了他的美色 明明昨晚还热情地 请他吃辣椒炒菊花 今天就翻脸不认人 还把他狠狠羞辱一番 大佬这哪能忍 吩咐手下务必要活抓梦龙 这次他决定自己出手 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梦龙打开姐姐留给自己的文件 发现是以他的名义购买的 一种栋公寓 还留了字条说明 让他好好照顾自己 梦龙这么也没想到 姐姐到最后心里想的都是自己 这让他更加迫切 想要找到姐姐 于是和前男友 已经过着 终于找到姐姐留给他的公寓 到了才发现 那里已经有两个人在等他了 一波是大佬的人 还有一波是手段 最凶狠的自灵派 前男友表示 虽然姐姐很重要 但是眼下我们活命更重要 还是回去想想办法 谁知这个从断套路出牌的梦龙 直接走了过去 你能告诉我姐姐带奶吗 你就当从没见过我 我就送你一套 市中心的公寓怎么样 对方思毫没有动容 甚至还觉得这人是傻子 毫不留情的 就把他绑到了天台 因为梦龙的不配 和吃了不少苦头 对方劝他老实点 如果不想和姐姐一样 躺在医院的话 听到姐姐在医院 梦龙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粪 对着他们祖宗一顿问候 就在这些人 要准备下本首时 大佬突然出现 拦住了正要扇向梦龙的手 他使劲地捏着手下的手 眼眸中透露出杀气 我分明说了不准动他 非要我这样站出来 说话才管用吗 让他在自己 还没后悔之前 立刻消失 大佬阴沉地 看着一身狼狈的梦龙 白天通话的时候 还好好的 现在这副模样 让我这个前任 看了怪心疼的 来之前我还在小时 直接把你埋了 还是让你生不如死 地做个残疾人 但是又正如你所说 你的身体 确实值得一试 梦龙此时已经无所畏惧了 只想知道自己姐姐出事 是不是大佬派人做的 大佬表示 这是他自己的逃跑过程中 出了车祸 目前已经把它安置好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当然在这前提是 你要乖乖成为我的狗 会像主人摇尾般那种 这个黑道大佬 为了套取情报 假装对方的爱人 以为自己可以借此 把人吃干抹尽 谁知从头到尾 猎物一直都是他自己 对方把他吃完 不带走一片云彩 潇洒地把他甩了 大佬发誓 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拴在身边做自己的狗 为了救姐姐梦龙 别无他法 只能硬着头皮 答应大佬 毕竟无父无母的他 独自浪金那么多年 脸皮和自尊这种东西 早就不值钱了 回到大佬别墅对方 丢给他一套狗狗制服 喂 这是什么恶趣味 他说的是真的狗啊 梦龙还以为 会把他丢到农村 像之前一样压榨他的劳动力 没想到大佬那么变态 然而等待他的布置这套衣服 还有给他吃饭的狗疼 看到着他再也不能忍了 决定再给大佬上一刻 于是他故意把尾巴 把着穿路在前面 一把压住大佬 故意露出禁律的脸 你真正想要的 就只是这样羞辱我吧 然后抓起他的手扣在自己腰上 都让我穿这种衣服了 你想要的应该不准这些吧 话音刚落 就被大佬反压在身下 看到大佬上勾了他 顺势提出自己可以穿这个衣服 但是用狗盆吃饭不行 大佬此颗子弹都上唐了被打断 不开心 为了可以顺利吃到 就送到嘴边的肉 还是选择退步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也不是不行 于是梦龙为了让大佬 满意使出十八般武艺教学 就这样七七四十九个回合过后 天亮了 两人也因为这次的武艺 切脱感情逐渐升温 可能是对梦龙昨晚的教学很满意 大佬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关心请梦龙 得知他姐姐 已经醒了 想要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梦龙 还给他打包了自己喜欢的便当 买了手机给他方便联系 最后拿出霸总小说里 都有个黑卡邪妹一笑 我说过了 只要你能让我满意 就会给你相对应的补偿 梦龙接过礼物和卡 差点被感动了 但是一想到 这是靠自己辛苦教学换来的 昨天晚上还一度以为 自己会死在船上 真是谢灵了 从今天开始 我会更努力学习怎么吵辣椒 让自己更加配 所以这个卡是可以随便刷试嘛 得到肯定回答后 就心安理得地甩下 这个身强之间的小灵 把黑道大佬吃干抹尽后就甩了 在他以为自己终于逃离大佬的掌控时 谁知又被大佬以姐姐的性命要挟 只能无奈地回去服侍大佬 经过对大佬一夜教学 他成功得到大佬的认可 并给了他一张卡 梦龙想着 虽然自己是也挺想做给大佬教学的 但是有钱不要是傻的 于是来到奢侈品店 说出了那句罢总小说都有的情节 把这一排都给我包了 他还想看看大佬会叙事到什么程度 到时候肯定会后悔把卡给自己拔 就在他幸灾乐祸的时候 收银员提醒他 道歉客人 您这张卡小子超额了 梦龙还在差异 收银员已经帮他试过了卡里的钱 连一个商品都买不了 里面只有三十万韩元 偷偷告诉你们 三十万韩元等于一千七百左右人民币 梦龙头疼的扶着头问这点钱能买什么 不管什么也要把这卡里钱都花完 刚要结账检察官 就从身后冒出来抢线一步 拿出了自己卡买单 然后对他露出温柔的笑容对他说道 和我去吃饭吧 我会买单不用担心 梦龙心虚的坐下 想到自己之前 为了顺利拿到姐姐留给他的文件 故意利用检察官在施展和面前演戏 他小声问道 你都不生气 我欺骗并利用你 检察官依旧一脸温柔的说道 说实话在这之前其实是有生气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的脸就只觉得高兴 然后又和他解释让他不要讨厌施展和 他人其实不坏 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大人的谱 小时候自己被绑架 因为自己是长男在家里 一直是重点培养对象 爷爷就人心切竟然拿施展和代替自己当人质 从那之后弟弟就变了 随后又问起梦龙姐姐的事 梦龙表示姐姐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只要自己好好听施展和的话 姐姐就会好好的 检察官这是一脸真诚的对梦龙说道 其实我可以帮你的 你可以尽情的利用我没关系 大佬这边吃着饭就收到了一系列超额提醒短信 真是让人闹心的家伙 不一会又收到梦龙的发来的短信 骂他小气鬼 大佬看着手机嘴角露出一抹笑 还笑 老婆都要被人拐死了不知道 这个腹黑的黑道大佬 真的没有安排追欺火葬场清洁吗 先前要把人家带到山上埋了 现在又要把他送去服饰别人拉拢人卖 大佬听着手下的市长汇报 死对头尹社长已经和金一元单独见面了 我们也要抓紧行动了 先前又打听过金一元的趣味有点特别 喜欢年轻的男人 不如把李梦龙交给金一元如何 金一元不好对付 我们有李梦龙的把柄还没可以做好 大佬打断了市长的话表示自己要考虑一下 市长没有给他考虑的时间继续补充道 现在公司内部都在传你和李梦龙的绯闻 会长那边想必也知道 大哥您是要成为下一居会长的人 希望您不要忘记这一笔 大佬正沉思着就看到门外的检察官和梦龙 检察官温柔宠溺的给梦龙系上自己的围巾 大佬二话不说一步上前就把围巾扯了下来 让他到家了还不快点进来 梦龙一进来就和他想回围巾 还故意嘲讽说这个是我们俊英哥给自己买的 还有身上的大衣因为某个小气鬼差点买不到 最后还是俊英哥给自己买的 大佬一脸不悦眼神多闪 看来和他坐了 梦龙一脸莫名其妙 坐 坐什么 一直个疯的 梦龙继续嘲讽道 对了 想做的 但是他不接受 因为检察官和你不同 不是什么都随便吃的 大佬不以为然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石军英对男人没兴趣 所以你不用白费力气 你要管好自己的屁股 不然我迟早把你丢了 梦龙在嘴里这块就没输过 不止没有听出大佬的行外之音 还一个劲的说到反正你留着 我也是为了练习打高 快点打吧 这样腻了就会把我丢了 大佬气得咬牙转身就走了 他烦道的想着 刚刚市长提议 要把梦龙送去服侍 别人自己竟然还犹豫 还以为对方多少 对自己也是有点感情的 没想到那么迫切的 想要离开自己去找别人 那自己也就没有必要 再关心他了 他拨通了市长的电话 表示刚刚他的提议可以执行 就安排李梦龙去吧 梦龙等了半天不见大佬回来 坐在床上有点懊恼 自己刚刚好像说的有点过了 他知道不该拿他和检察官比较的 明知道他那么讨厌检察官 他也知道石宰和骑士不坏 虽然嘴硬 但是一次也没有真正伤害自己 所以自己也是想相信一次他 想着等他回来 就和他道歉了 这个疯癖的黑道大佬 为了套取情报 假装别人爱人 结果装着装着 就把自己装弯了 本以为可以阴差阳错的 收获甜甜的爱情 谁料对方却吃干抹镜后 一脚把他踢开了 梦龙此刻想着 刚刚自己说话 确实有点过分了 决定等大佬回来 就和他道歉 谁知一夜过去 都没有等到大佬 反而等来要把他送去 做接待的消息 虎哥让他收拾一下 和他出门去做美容 他装扮一下行头 他心灰意冷地问了句 是不是实在和安排的 看着虎哥躲成的眼神 他已经猜到了大概 他转身阴沉地表示自己知道了 但是今天有点累 美容什么的 就明天再吃吧 大佬这边自己独自在酒吧买醉 他回忆起两人的点点滴滴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以为他们是两情相悦的 但是市长的话 给他当头一棒 和李梦龙牵连在一起没有好处 反正也不是真心的 他拿起酒杯喃喃自语道 对啊 一开始就不是那么要好的关系 随后把酒杯的酒一饮而尽 这是一个波涛汹汝的女人 过来和他搭讪 大佬眼神迷离地 看着他胸前的头发说了句话 再淡一点 女人还以为是自己身材 吸引到了他 正想扑过去 结果大佬嘟嘟囔当当地说 头发太深了 要再淡一点像棉花糖一样 和梦龙一样的粉红色 大佬这时已经爱而不自知了 就算喝醉 也没和那个波涛汹汝的女人离开 而是回家找了梦龙 梦龙因为接待的士气地睡不着 突然感觉身后压过了一个身影 喝醉的石宰盒强势地 把他按在身下 给他做人工呼吸 今天的石宰盒异常的温柔和听话 说了很多平日不符他形象的话 大佬像热恋的情侣一样 从后面抱着梦龙喃喃自语 梦龙啊 不想你因为我受伤 所以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看着眼眸中满是深情的石宰盒 嘴里却说着如此绝情的话 梦龙一世分不清他这句话的用意 也不知道石宰盒为什么会对他出现 这种不该有的表情 想知道吗 点赞关注下集告诉你哦 明明前一晚还和自己一起探讨取经之道 并和自己借走了两亿精兵 结果天一亮就不见踪影 还要把他送去做接待 大佬借着喝醉和梦龙表达到了 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 一夜春宵过后早早地就离开了 第二天可怜的梦龙扶着腰挨叹 这混蛋耍完酒疯就走了 留下悲情的我还要去做接待 该不会是醒来发现 自己宿醉不好意思跑了吧 他回想着昨天一反常态的石宰盒 要不是他喝醉 都不知道他也会有这种深情的表情 他烦躁地换好衣服 控制自己不去胡思乱想 并决定自己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他跟着白虎来到商城做美容 白虎不自觉问起他和大哥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眼里的大哥 是个曾经单挑过十个人的 冷血无情的杀人机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你就异常地温柔 这句话让梦龙陷入沉思 是啊 什么关系 就在他差点因为白虎的话感动时 想到他不是想把自己白了 就是要把自己送去接待 他转头对着白虎扯出一抹笑 我们的关系大概就是 我是狗崽子 而他是狗崽子的弟弟 大佬这边听着白虎汇报 李梦龙现在正在被送往 金医院别墅的路上了 他看了眼时钟 离约定的九点还差五十分钟 他像是经过慎重考虑当问了下 如果放弃这笔交易的话会损失多少 得知是三十亿后 他还是无奈地让手下找个人顶听梦龙 现在把人接回来 谁知白虎一个电话过去 对方说那边突然改了时间 现在已经把梦龙送过去了 自己手机快没电了 然后电话就自动关机了 梦龙到了地方 发现对方是油腻的老头 他嫌弃地找了个离他最远的地方坐下 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方下药的小动物 对着油腻大叔一顿嘲讽后 全然不避对方反应就要起身离开 谁料对方保镖 却一把将他按在桌子上 把下来药的酒强行灌入他嘴中 以为灌了酒他就会老实了 谁知梦龙这时突然醒过来 拿起桌子的酒瓶站在桌子上 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要开始打地鼠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佬和一群小弟赶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一群人被抬着上级救车的画面 询问下才得知李梦龙是不能喝酒的 他这次喝了金艺元下过药的酒之后 发酒疯把金艺元和他的手下的头都敲破了 然后就消失得不知所踪了 这个身强之间的小林 被自己老公安排送去做接待 油腻大叔以为灌了酒后他就会老实 谁知梦龙因为酒壮耸人胆 把他们当成地鼠打 大佬带着手下赶到的时候 就看到担架上一个又一个被爆头的保镖 而最久的梦龙已经不知所踪 看着正漫天大雪 想到梦龙还被灌药 大佬一下子就急了 手下有眼力尽地说马上安排人去找 谁知大佬却让他们不来 自己要亲自去找 为自己做的错误选择赎罪 就在刚刚他才终于想通 自己整天想起他想折磨他 并不是因为讨厌他 而是除了可以这样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别无他 自己好像是真的喜欢上他了 他焦急地往后扇走去寻找梦龙的宗物 终于在封山之时 找到了在棚子里瑟瑟发抖的梦龙 他着急忙慌地脱下外套披在梦龙身上 发现对方已经昏迷 他心疼又着急地捧起对方的脸 强迫他清醒过来 刚清醒的梦龙看到他旧啊的一下哭了出来 质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来找自己 看到这大佬再也控制不住地抱紧的梦龙 他懊恼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怎么可以对他做出这种事情 正在他愧疚的时候 梦龙迷迷呼呼地补了具检察官 俊英哥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大佬脸色随即便阴沉了下来 目光的杀气溢于眼表 第二天梦龙睁眼就发现 自己回到了大佬别墅 他努力回想自己昨晚的事情 但是好像只记得自己喝醉了 和那个油腻大叔一起玩打地鼠的游戏 之后就断片了 门外传来激烈的吵闹声 他下来发现是俊英哥和石仔和 在因为自己的去留争吵 看到梦龙下楼石俊英招呼他和他一起离开 大佬却一脸阴沉地表示 你敢走一步试试 随即又温和的表情说道 在你姐姐醒过来之前 只要你老实地待着这里 我保证不会再发生像昨天一样的事情 梦龙一脸失望地看着他 你应该知道昨天的状况 对自己而言是有多可怕 如果你真的哪怕有一点愧疚之心 就应该放我离开 大佬想起昨天把他当成俊英 在他面前痛哭流涕的梦龙 现在还想和他一起离开 门都没有 让他别忘想老实在这待着 严禁于此梦龙也不想多说 是啊 你就是这种人 其实对我而言 不管是你还是金奕元 并无区别 大佬的追欺火葬场终于要来了吗 点赞关注看下节 这个大佬冒着生命危险救老婆 谁知对方却把自己当成了自己哥哥 因此才知道原来梦龙也有软弱的一面 只是这种软弱从不在他面前流露 这也让大佬粗意大发 更加强势地想要把梦龙挪在自己身边 就算对方只把他当坏人 醒来后的梦龙打算去医院看自己姐姐 遇到前男友两人便寒暄了几句 刚好被赶来接梦龙的胡子看见 胡子在知道那人是他前任后 提醒他这个事情不要被大佬知道 总觉得大佬不会喜欢的 梦龙却吐槽他现在不仅要监视自己 连交朋友的事情也要管吗 胡子当即就对自己大哥打抱不平 告知他大哥派自己来并不是要监视他 而是因为他那天晚上喝醉打了金奕元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因为临时取消和金奕元的合作 让公司受到损失 现在大哥已经跟会长叫回去了 真担心他也会被抬到手术室 梦龙这才听到重点 取消合作 什么时候的事啊 胡子这是来了一波助攻 其实在把你送过去之前 大哥就让人取消了 但是当时你已经到那边了 大哥带着人赶过去的时候 发现你不见了 为了找你都昏了头 他只身把你从雪山上背下来的 你都忘了吗 梦龙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昨晚就自己的 不是菊英哥儿是石子哥 而自己却对他说了那么恶毒的话 难怪当时他看着自己的表情 是那么的失落 胡子拉回正在沉思的梦龙 让他等一下如果在手术室 见到大哥不要那么冷漠 因为会长这次很生气 大哥肯定少不了吃苦头 梦龙听着胡子的话没知识 不一会就到了医院 大佬赶来就看到 坐在手术室门口睡着的梦龙 他上前脱下外套 披在梦龙身上 看着眼前放下防备 睡着正香的梦龙 他嘴角露出一丝笑 随后自己也累的 和梦龙昏睡在一起 直到护士的叫喷声 把他们吵醒 他才看到身边 牵着自己满脸伤痕的石在河 他吓得想要正脱开对方的手 谁知他一动对方却窝得更紧了 这时大佬也醒了过来 一改往日阴沉 问他干嘛这个表情 无必惊讶自己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虽然你是监护人 但是付钱的是我 结束了就陪自己去吃东西吧 自己昨晚到现在还没吃 梦龙会因此原谅大佬吗 点赞关注看下集哦 经历接待事件后 大佬总算认清自己真心 也不再藏着掖着表示 要和梦龙交往 谁知梦龙只想和他打高不想交往 得知梦龙是因为以前经历太多不好的恋爱 才不愿交往 大佬一脸真诚的看着梦龙 正想和他说什么 旁边不合时宜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梦龙接起电话 得知是在医院的姐姐终于醒了 大佬见此情形也不好继续说下去 提出先送梦龙去医院看姐姐 回来再讨论两人之间的事情 到了医院 差点经历生死离别的姐弟 两人终于忍不住抱着痛哭 姐姐问起自己情夫 梦龙也不再瞒着 告知姐姐那个人一次也没有来看过 这时门外进来一个女人 满脸鄙夷的看着他们姐弟俩 这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看他不还好意的样子 梦龙吧 姐姐护在身后上去询问他是谁 女人没有回答他 而是让他自己猜 看着梦龙的头发 他随即又说道 是你啊 实在和最近养的狗狗 这是上美把你带回来的 看来他真是疯了 梦龙看他一脸想挑逝的样 便让他离开 谁知女人很不客气的指着梦龙额头让他走 说自己有事要和姐姐说 梦龙此刻已经猜到这女人是实在和的姐姐了 怕他伤害姐姐 于是他先发制人 直接挑补女人自己也有外语 女人文言直接一巴掌招呼上了梦龙 我们这种婚姻从来都是步步干涉双方私生活 而且这种婚姻很普遍 马上自己弟弟也是 你应该知道 他这次要和忠语集团的小女儿结婚吧 见梦龙一脸震惊 他继续火上浇油 看来你不知道 也对毕竟你只是我弟弟养的狗狗 谁会在意狗的想法呢 他越说越来近言语间 为了把自己心爱的人留在身边 这个黑道大佬不惜忤逆自己父亲的命令 还欺瞒自己姐姐表示 已经帮他处理好了丈夫出轨的事情 赶来的大佬一进门 就看到姐姐和梦龙已经扭打在了一起 连忙把自己姐姐拉倒病房外 吩咐白虎让人把他送回去 得知梦龙的姐姐没有死 时事言这时火冒三丈的和大佬志气 还威胁大佬要把梦龙姐姐没有死的事情告诉父亲 梦龙在门外听到两人的争吵 得知会长不会放过他们 时事言看他出来 便让他和姐姐立刻消失 不然顾穴要自己父亲出手 他也可以让梦龙和姐姐一起消失 听到这梦龙再也不能忍了 冲着他大喊到自己可以保证 不会让姐姐和他丈夫见面 而且他丈夫带着公司秘密跑路的事情 姐姐根本不知情 顺便请告他别过度发现 不然自己也不会放过他包括会长 女人很不屑地看着梦龙 并不觉得就他一个小虾米能翻起什么巨浪 转头又嘲讽师在和 听到没 他要对付你的姐姐和父亲 看来你们关系也不怎么样吧 大佬一脸无可奈何地让他赶紧滚 女人见词也不再自讨无趣和手下一起离开了 大佬看姐姐离开便想询问刚刚有没有受伤 谁是刚想开口时 俊英便窜了出来 他满脸担心地询问梦龙有没有事 梦龙疲惫地说自己和姐姐都没事留下那两兄弟 就转身离开了 俊英这时教主想要离开的弟弟表示有话要说 俊英问他现在还留着梦龙和会议是要干嘛 已经没有留着他们的必要不是吗 你该不会是对梦龙有其他想法吧 不要给他带来伤害 他是个可怜的孩子 实在和文言突然大怒 你为什么总觉得他很可怜 看你现在对梦龙的行为 就像对那时被爷爷冷落的我一样 你是不是把作为我哥哥的负罪感 释放到了梦龙身上了 随后让他别多事 起身就要离开 俊英却质问他继续这样的话 那你的婚姻要怎样 你每次看完视频不点赞关注 还逼逼赖赖是不是想去地府一日游 快快快点赞吧 大佬千辛万苦想要瞒着自己父亲把梦龙留在身边 谁知却被父亲撞破他们的关系 梦龙此时该何去何从呢 石俊英让弟弟放走梦龙和会议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把他们留在身边的必要了 实在和为此勃然大怒 让他不要再干涉自己的事情 转头就看到梦龙正在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 电视里面正好在拨拨血绝 情况和他们现在一样 有结婚对象还到处勾搭人那种 石俊英看他过来了便过去借机询问他的想法 梦龙有点嫌弃表示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假设 石俊英则引导他站在受害者的角度 想象下如果是他话会怎么做 梦龙沉思片刻后说 我可能不会分手 听到梦龙说不会分手 大佬眼睛突然一亮 谁知梦龙接着阴阳怪气的说 我不会分手 我会邀请男主身边所有的好兄弟一起做运动 等他发现自己头上青青草原时肯定会激炸 说不定可能生气血压过高 因此领饭盒也不一定 后面两兄弟听得直哆嗦 突然无言以对 看完姐姐后梦龙便准备回去 谁知刚上车就被几个双开门堵在车里 梦龙顿时感觉不妙 这时遇到抢劫了 他突然想起白虎告诉他车里藏有应急武器 不一会他就摸到什么随机快速藏了起来 一个西装男让他下车 他们老大要见他 梦龙知道自己躲不过不情不愿的下了车 刚下车就听到前面有人发话 要把他抓过去 梦龙随即一个前空翻家360度转体 就踢到了一个西装男 然后快速爬上车底 拿出刚刚两元电脑的水枪 别靠近我 不然我让你们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 对方却淡定地嘲笑他你会玩水枪吗 被看破的心思的梦龙此时焦头万分 要是石宰盒这个时候再就好了 此时石宰盒好像听到召唤一样真的出现了 看到石宰盒他像看到救星一样 着急地叫他过来 谁知石宰盒这时却叫他把水枪放下 然后向面前的人锯了个弓 您来了 孟龙闻言这次反应过来 眼前的人居然是大佬的父亲 和自己老公的父亲第一次见面就拿水枪对着他 这么大的一份礼物会长表示无以回报 只能教你没有腿该怎么生活 在知道眼前之人是传说中的会长时 孟龙顿时将在那里不知所措 大佬这时又上前和自己父亲道歉 表示是自己没有处理好 会长却无视他直接转身 并让他最好别在自己眼前突现 不然自己会教他没有腿本的生活 两人一上车 孟龙就察觉到了大佬的低气压 孟龙想和他搭话大佬 却直接甩开了手 大佬其实并没有生气 只是在自得自己没有把孟龙藏好 被父亲发现 他现在要想办法怎么解决 孟龙手机突然传出不合十一的歌 打断了大佬的思绪 这是调整心态听的 他有点无奈又不知道该拿孟龙的 他忍不住吐槽的 惹完姐姐又惹父亲 你可真行 孟龙委屈说道 你姐姐那件事我才是受害者 如果自己躲开那受伤的就是姐姐了 想到孟龙为了他姐 什么都愿意他终于爆发了 姐姐 姐姐 什么都是你姐姐 没了你姐姐你就活不了吗 孟龙被大佬这么突然吼一嗓子 他有点吓到 随后又觉得自己没有错 姐姐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 这样做有什么奇怪的 大佬这时突然侵蔑到 亲人 既然识亲人 那你为什么又和他做了基因检测呢 见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被揭穿 孟龙生气的怒吼 谁允许你在背后随意调查别人 看他默认大佬还紧咬不放 所以真的是姐姐吗 孟龙这时顿了一下 觉得这样争吵没意义 让他别说了 不管怎样 他就是自己的姐姐 大佬还不依不饶的说道 该不会是你喜欢他吧 孟龙只觉得他疯了说出这种话 让他别说了 这种争吵一点意义也没有 车内顿时安静下来 大佬这时无力的说道 李孟龙 我要结婚了 孟龙看着大佬顿了顿 随后镇定的说自己知道 你姐姐和我说过了 大佬这时突然就急了 自己并没有想瞒着他 本来就想着要告诉他的 谁知半路杀出个姐姐 听着孟龙淡淡的说 和自己没关系 他心里像被什么揪住一样疼 孟龙这时转身对他说 让他结婚之前 处理一下两人的关系 车上的两人 因为大佬要结婚的事情不花散 老大也不敢继续 让孟龙待在自己家 便把他送回了之前干农活那里 这里的两位老人 都很关心孟龙 给他准备了各种美食 还嘘寒问暖的 对于从小就是锅儿的他来说 这是他不曾体会过的 吃完饭后 老人把他带到房间休息 孟龙知道 这是他们去世儿子的房间 他四处打亮着 书架后面的照片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拿出一看 发现后面有一份信 是一封情书 正在他感叹 写情书的姑娘有破例时 突然发现署名是S 他顿时僵住 难道是实战和 联想起他曾经说过 他曾经暗恋过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 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孟龙看着照片上的 两人不寒而栗 回到家的大佬 疲惫地听着手下汇报的工作 因为惹怒了金一元 导致公司损失的事 几位理事准备弹劾他 李梦龙的事情 会长那边也可能又行动了 和忠语集团的女儿的联姻要紧快了 第二天梦龙姐姐突然告诉他 自己决定出家当尼姑 两人因为此事又大吵了一架 他烦躁地蹲在台阶上 想着这几天的糟心事 时俊英突然出现过来安慰他 俊英表示自己可以理解他姐姐 经过生离死别 什么都会看得很淡 而且并不是去当尼姑了 就不是你姐姐了 这时大佬突然出现 表示自己是来见他姐姐的 他现在不能继续留在这里 不然不止是你姐姐包括你 都有可能一夜之间消失 梦龙表示反正就算你不说 自己也想走 就当提前了 看着一脸不屑留在自己身边的梦龙 大佬气地拽着他 不管时俊英的肚脑就走 回去后的梦龙还是觉得很不安 总觉得实在何有什么瞒着自己 他询问身边的白虎 白虎只让他安静待着 到时候会送他和姐姐一起离开 然后你们就躲起来安安静静地生活吧 梦龙不明白自己是有做错什么吗 为什么要像他罪人一样生活 白虎支支吾说一半留一半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因为你大哥现在被公司弹劾 要被拉下马了 你先躲一段时间 婚礼结束后应该就没事了 再次听到石宰河要和别人结婚 就算装得再无所谓 梦龙的心是自私 在黑道叱咤风云的石宰河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原来也是个恋爱呢 他担心自己以后没办法 及时出现在梦龙身边保护他 于是大佬把梦龙带到靶场练习射击 梦龙怎么也打不中 大佬这时教他把对面 当成自己仇人试试 话音刚落就中把了 他想气一下石宰河故意激动的说 自己是想象着对面是女才中的 谁知大佬不但没有生气 还深情的看着他巴唧一口就啃了过来 想到大佬马上就要和自己划清关系了 梦龙心里也不是滋味 嘲讽的说了句恭喜你 要结婚了 听着梦龙的住宿大佬心里隐隐作痛 谁知梦龙又补了句 为了庆祝你结婚 我最后请你吃一次拔丝红薯吧 让你尽兴那种 于是他们便开始研究红薯的108种吃法 第二天 梦龙被大佬温柔的叫喊吓一跳 突然变温柔的大佬让他无所适从 大佬冬着梦龙欲言又止 梦龙被他整得也有点懵 然而大佬还是什么也没说 起身说自己有家庭聚会要走了 不疑会石宰河变到了本家 父亲不出意外地询问其李梦龙处置情况 石宰河表示自己已经都处理好了 让他父亲放心 会长眼神略带怀疑地 看着石宰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转让石宰河帮忙准备石宰河的婚事 石宰河见状留下一句劳烦姐姐就离开了 石宰河见自己弟弟没有反抗只觉得奇怪 直觉告诉他应该被父亲抓到软肋了 石宰河刚出门就撞见普装屋的女儿 两人客套地寒暄几句后便开门见山 他想让对方股东大会时站在自己这边 作为回报自己会帮他坐上他父亲的位置 并提醒他前面还有三个哥哥 不和自己合作他永无出头之日 女人这时质疑他的用意 明明和金会长的女儿结婚就稳如泰山了 何必多此一举来拉拢自己 石宰河也不瞒着 直言自己想要毁婚 石宰河不知道的是 在他计划怎么反抗自己父亲要保护孟龙的时候 他父亲已经下令处理孟龙和他姐姐 面对生死都没有抛下你的恋人 还有什么理由不爱你 孟龙和白虎一起来到医院楼下 刚好看到一群西装男把他姐姐带走 想起昨天大佬说的话 他知道事情不简单 他对着大佬抱怨不是说好会保护好姐姐的吗 为什么还会被绑架 孟龙情绪很激动 说什么也要自己去把姐姐找回来 看着眼前又哭又闹的孟龙 大佬心疼的把他抱在怀里 让他安心自己会处理好的 但是孟龙没有因此冷静 反而一直挣扎要出去 还开始把锅都甩给大佬 说自己遇到他后就没发生过好事 越说越激动大佬无奈 直接把他抓过来巴基砍了一口 在孟龙愣神之际 大佬已经把银手朵扣在孟龙手上了 为了不让他乱跑 大佬只能出此下策 市长这边和他汇报刚刚调查到的信息 孟龙姐姐确实是会长干的没错 大佬沉思片刻 便让他们继续跟踪 随后他便带着孟龙一起离开了 在车上的孟龙又开始耍起小心思 说要去上厕所 大佬显然不会再相信他的把戏 还吐槽说道 这个手段你以前也用过 当时还装失忆 转念一想 也许当初那个时候就该放他走的 现在也不至于会陷入险境 孟龙让他别逼逼了 自己要忍不住了 难不成要尿车里 大佬无语的把钱包丢给他 让他尿钱包里 孟龙刚接过钱包就感觉车子 突然被撞了一下 然后钱包里面的钥匙直接掉了出来 两人正郁闷转头发现 后面有个卡车跟在后面 紧咬着他们不放 见此轻轻大佬赶紧让他看好钱包的钥匙 话音刚落前面又出现一辆大卡车 向他们急速驶来 出于本能大佬猛的打方向盘 让他把钱包的钥匙拿出来 先救他出去 拿过钱包才发现 钥匙被刚刚撞击不知道掉哪了 大佬让他冷静 应该还在下面先找找 刚想动弹 就听到冰面破裂的声音 车子也开始晃动下沉 大佬这时没找到钥匙 于是打开车门 想去后备箱看看 有没有工具可以剪断引手镯 孟龙这时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 你先点赞关注完再等 石仔和的爱 绝对是我见过最拿着出手的 两人被会长的车子前后夹击 他们被撞到结冰的冰面上 大佬捧着孟龙的脸让他放心 自己不会走的 这时车子突然倾斜开始下沉 孟龙吓得直哆嗦 大佬抓过孟龙的脸 让他别害怕 自己一定会救他出去的 让他打起精神 不知道是不是被大佬感动到 孟龙这时突然让大佬先走 在车子完全沉下去之前 说自己不想和他一起死 让他快出去找人 大佬这时说什么也不肯走 让他把手伸出来 车子这时已经沉入河里 大佬阴沉着脸 拿出两元垫刚买的水果刀 砍掉吧 孟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真的是想救我吗 大佬凑近想要拉过他的手 反正断了一只手 你也还有一只 但是不砍病都没了 我们要想办法快点出去啊 孟龙看着一脸认真的大佬 他知道自己没得去 便让他大佬动手吧 然后闭上眼睛走来截肢 但是痛感没有传来 就在大佬准备动手之时 他们的车子被拉了出来 等他们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会长关起来了 会长站在外面嘲笑大佬 你怎么砍不听我的话 有利益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佬这次反应过来 自己被出卖了 他让人操控 关着集装箱的姐姐给孟龙看 孟龙看到姐姐 那个控制不住的咆哮 我不是说了 已经和施在和分手了吗 他也有自己的未婚妻 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你放了我姐姐 会长这时阴沉地说道 你还不知道吗 他为了你解除了婚约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说服 金会长女儿的 他们居然会同意 听到这孟龙突然内疚地 说不出话 我从没有要求过这些 会长没有和他过多逼逼 表示想救姐姐的话 就亲手把刀次向实在和 孟龙怎么也没想到 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疯了吗 他可是你的儿子 会长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正因为是我儿子 犯的错理所当然的 就要接受惩罚 又对着大佬 你说对吗 实理是 一个愿意为爱付出 自己一切的黑道大佬 真的很难不爱 孟龙和大佬被会长抓了起来 会长要孟龙在大佬 和姐姐之间选一个 不然就都一起领盒饭 大佬知道自己父亲说一不二 他们没得选 他拿起地上刀子给孟龙 满脸憔悴的说道 如果这也是你期望的 我会给 看他这孟龙怎么也骗不过自己 其实早就爱上了大佬 他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刚刚为了救自己 还差点和他一起淹死 他怎么可能做出 伤害大佬的事 但门外的会长 没有给他们时间犹豫 已经开始到手 大佬知道孟龙下不去手 他抓起孟龙的首次向自己 同时也吻住了他的唇 先血润时从他嘴里涌出 他用最后一次 力气安慰孟龙 你看 其实没什么的 然后就倒在了孟龙怀的 孟龙这时再也控制不住 失声痛哭 这时房间喷出一股白烟 不疑会孟龙也倒在大佬面前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和姐姐 在他出家的南院寺庙里 他焦急地询问大佬的下落 宰何呢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 我明明和他在一起的 姐姐让他先冷静 表示自己只知道 他是石俊英送过来的 并且他让我转问 石宰何现在没事 正在他们交谈之间 石俊英便走了进来 他内疚地低下头 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你们发生了这种事 大佬让他转告孟龙 不要再去找他的话 他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 看着因为自己地点 自责不安的孟龙 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那不是你的错 换成谁都会无能为力的 孟龙听完石俊英的话 看着自己曾经刺向大佬的双声 现在也不知道大佬是生是死 他终于再也忍不住放声碰哭 这边的大佬已经醒来 他坐在沙发上后悔自己 没有用哥哥给的资料 对付自己父亲 虽然在他的棍棒下长大 但是他多少还是念旧情的 但是现在涉及到孟龙 他也不能再心思手软了 孟龙一个人独自在街头买醉 他突然又想起两人一起被困在车里 差点沉入河里的是 他猛地拿起酒狂喝 安慰自己没事的 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了 大佬突然出现在他对面 这个在黑道刺杀风云的石载河 原来也是个恋爱脑 就算被被对方狠心抛弃 也不愿松开对方 孟龙因为失手刺伤大佬的事 成了他心底的痛 他一个人独自在街头买醉 不知道是喝多了 还是太想大佬 都出现幻觉了 大佬突然出现在他对面 这样下去你会晕倒的 还是喝血壁吧 孟龙看着对面的幻觉 质问他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好 别总让我想起不该想起的东西 真的要疯了 他一个晃晃悠悠的走在路上 突然看见路边的电话亭 鬼使神拆般的就走了过去 他抱着电话迷迷糊糊的说着 石载河 我好想你 快回答我 电话那头的大佬 正抹擦着孟龙的婆珠 好像经过深思熟虑一般转头问手下 你知道李孟龙所在的地方对吧 他起身不顾手下的阻拦 就要去找孟龙 市长及时喊住他 大哥 你忘了李孟龙选择了自己的家人吗 不然这么会忍心伤害你 对他来说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大佬苦笑的顿了顿 是啊 他选了家人 然后又像想通了什么一样转身说道 但是我不管 孟龙因为喝醉酒 被罚在佛主面前三千贵 姐姐安慰他 孟龙啊 虽然不容易 但是该忘记那个人了 这样你才能重新生活 他看着姐姐说不出话 只能硬着头皮先答应 他在大堂做着惩罚 心里想的却是和大佬的点点滴滴 他第一次和自己说要交往的样子 他和自己说不要和别人一起做运动的样子 在车子快沉入谷底时 抱着自己说不会丢下自己时的样子 就像中毒一样一直想起他 他突然站起身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都快忍出内伤了 我必须要去做个了断 只有这样我才能闯口气 所以你们不要拦着我 孟龙说完头也不会就走了 等大佬到寺庙时 孟龙已经走了 姐姐教读大佬表示自己有话要和他说 姐姐直言希望大佬可以放弃孟龙 他想让孟龙过回正常的生活 大佬也没有多逼逼 就问这是不是李孟龙希望的 经过绑架事件后 孟龙终于顶于决面自己的心 不再逃避自己已经喜欢上大佬这件事 但是他们前面还有会长这个刺头在阻拦他们 于是孟龙决定事实后 该给这个未来岳父上课 他离开寺庙后来到前男友家 并让他帮助自己报仇 工具人前男友对于孟龙的要求从没拒绝 于是两人便一起合伙在路上就把他掌绑了 等会长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酒店被绑的四肢了 他对着孟龙狂吞垃圾话 孟龙则是拿出一个协议书让他签字 内容是再也不能伤害实在和影子上的主题 还继续调整 其实你的实在和指上 如果你不是他的主题 我就自己上 话还没说完身后 就走来一双开门 李孟龙 我洗完了 他洗了吗 真的好起 孟龙转移说道 别太过分 旁边的前男友还在抱怨对自己不想当摄影师 会长听着他们的对话 也别猜到了啥 吓得直冒 他冲动能大喊 你们到底想让他 孟龙淡淡说 实在和 我要实在和你们给 会长文言又开始喷阿菊话 孟龙转头和那个双开门说 我考虑了一下 你以为还是粗暴点吧 不要太温柔了 双开门开心地跳到床上 就要去揉住他的脚 反正你也插过实在和一刀 现在就当成了 然后在会长间叫进来 双开门便拿出一只珍藏多年的 低音逼光 缓盖了会长 几个回合后 会主被送进了医院 他对着姗姗来时的大佬 骂着夺势 你就这么当我儿子了 为了他背叛了 你知道他对我都做了什么吗 大佬轻笑着 儿子 你真的有把我当过儿子吗 你不该招惹他吧 现在主纵权在我手上 如果不想失去意义的话 你别清楚忘了 然后转身够里后面的咆哮 都到抱孙子年龄的会长 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有被走后门的一天 他因为吃不下双开门的转精英地瓜被送到医院 旁边会长的下属知道大势已去 他连忙追上大佬让他别在意 会长刚刚只是身体不舒服 说话也糊涂了 大佬一问到他哪里不舒服了 下属尴尬的不知道怎么开口 菊花伤口问题不大 主要是刚刚被气晕了过去 大佬不以为然的说那还算幸运 等等 菊花惨 该不会孟龙亲自主导吧 正当他疑惑之时 市长拿出一个文件表示是刚刚签收的 既见人不强 大佬拿过文件袋打开发现是 刚刚双开门请会长吃转精英地瓜的照片 还附带了B会长签下的协议书 翻开封面 送给你的礼物 你父亲要是折磨你的话就用他 好好生活吧 实在 他就确定了是孟龙记得 大佬抓紧手里文件 看来他是不想和自己有牵连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带回来 经过多番寻找终于找到孟龙下落 于是他用了他们最初的见面方式 只不过现在被绑着蒙上演的是 孟龙不是大佬 开始孟龙还在紧张自己又被绑架了 但是当旁边的人走进闻到熟悉的香水后 他顿了顿突然故意大喊 你是卖妖子的吗 我爱人可是检察官 你别乱来 旁边的人一直没有说话 伸手辅在他胸前 孟龙开始调动全身演技 光把我绑了有什么意思呢 或者我可以为你做点别的 你要试试呢 我技术很好了 那人隐忍着捏住他的下巴 谁知孟龙却直接把他手含在嘴里 然后淡淡的对眼前人说道 我就说我们要这样玩一次才有意思吗 是不是实在和 别好奇了 你一走进我闻到你的香水就知道是你了 快放开我 大佬无奈说道 你要是再跑真的会打断你的腿 刚解开绳子孟龙就一把哭倒大佬 我不跑 我只是想抱抱你 那么久不见了 你不想我吗 大佬欣慰的抱着眼前人 怎么会不想 我的小疯子终于回来了